励志1961年12月31日出生于上海中国香港演员 1986年励志报名参加香港亚洲电视剧办的第二届亚洲小姐竞选 获得该年度亚洲小姐冠军 后来她进入电影圈拍电影与成龙周润发周星驰等天王巨星都合作过 早年间励志被邀请参加慈善晚会 还有很多明星也被邀请 像周润发和曾志伟等等本来安排的是没有励志任何事的 最后却弄得她声名狼藉下场很难堪 其烟就是周润发和曾志伟把本该他们二人护制蛋糕 却同时夹击把蛋糕拍到励志脸上 同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励志都吓傻了 但她最后还是保持微笑下场 事后张国荣和谭永霖看见她在后台大哭 她也透露自己根本和她二人不认识 我不怕给人踩我是踩不死的 虚声于我只会成为鼓励 我不会摔给任何人看 此外她除了入道被各种排挤 还曾因为貌美被传出被包养绯闻 对于励志被包养这么一段绯闻 在大家看来实属无稽之谈 后来她选择嫁给了穷小子为妇 这个穷小子我们都非常熟悉 她就是李连杰 为什么要说李连杰是穷小子呢 言其就是她与励志因系生情 可当时她已经和黄秋燕结婚 这让三个人关系发生微妙关系 也让李连杰内心很是痛苦 最后黄秋燕决定退出成全他们二人 而李连杰感觉十分愧 对妻子就把所有家产都给了她 她算是净身出户吧 而当时李连杰也并非如现在这般视野辉煌 她拍戏赚的钱也是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之前称李连杰是穷小子 李连杰和励志牵手后 她喊泪眼退 该愿做她背后的乖乖女 全力支持她的演艺之路 而李连杰在励志辅助向视野蒸蒸日上 而且一家四口的家庭也是给这段爱情加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如今短发已经变成潮流趋势 现在的女明星更是一言不合就剪头发 最近有这么几位女明星的短发让人印象深刻 都有着自己的风格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位迥然不同的短发造型吧 最近热播剧《楚桥传》女主角赵领被曝光了新造型 剪短了头发的她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清爽 瞬间转变为充满清爽活力的俏丽女孩 之前范冰冰出席某时装秀变换了造型 引得网友大赞 范爷剪掉了十几年的长发 换成了利落的短发造型 她平时的长发造型让人觉得知性优雅 有时候性感妩媚 但是范冰冰这个短发造型 却依稀有骨子酷劲呢 剪了短发的宋佳释放了自己的天性 整体感觉功气十足 如果说长发的宋佳是温柔典雅 那短发则是干练OL 实属气质派 帅气与美貌并存 看来短并对时尚度的提升可不止一点点 佟丽娅的微博发布自拍 其而短发很清爽 怎么都美 刘诗诗可以说是剪的最多的了 超短发也完美后的猪哦 活动上很优雅 私下短发更适合视野爽朗的个性 正爽剪的短发超减零 仿佛还是一个没毕业的学妹呢